邮件记录查询结果 那我们这个画面的话就是说 今天我们在 邮件记录查询你下了关键字之后 我们搜寻出来的结果会显示在这个页面 那就会根据你下的不同的条件 我们显示出来的画面会不一样 那这边可以去查看说我们显示的画面会是说 今天你这封信件所有的资料 我们都会显示出来可以去做个查看的动作 那这个界面就是这个样子